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好最后的造型中给邱换了一个干净的脸部 和邱签订契约的恶魔提供有三个 分别是狐狸恶魔 足周恶魔 还有未来恶魔 强度也一次低增 而找穿邱的热闻名更是有太阳的意思 象征暖洋洋的热光 也侧面反映出了邱的温柔 但邱这个字也代表了慢慢的衰败 就如同秋天的银杏树 金黄的树叶零零落落 预示了邱最后会是悲剧收尾 早川邱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 家里除了父母以外 他还有一个弟弟 但弟弟体弱多病 从小就被父母花更多的精力照顾 这让想要得到父母更多关爱的邱 对弟弟诸多不满 某天邱想让父亲和他一起玩头接球游戏 但父亲则因为要照顾弟弟 拒绝了他 不过弟弟却主动提出想和哥哥一起玩 在弟弟的纠缠下 邱还是带着他出门去了 并一脸不情愿的和弟弟打起了血仗 玩乐一阵后 弟弟却感觉到手冷 于是邱决定改完头接球 这样手就不冷了 弟弟也就不会感冒了 随后让弟弟回去拿手套 看着心冲冲跑回家的弟弟 邱也不自觉的跟着笑了 可当弟弟推开家门的那一刻 羌之恶魔从天降临 仅仅5分钟 就夺走了120万条人命 也包括了邱的父母 还有弟弟 上一秒还在抱怨弟弟很烦人的邱 如今的他 却只能无助的站在原地 羌之恶魔掠走了他所有的烦恼 和欣喜的资格 如果弟弟没有回去拿手套 或许会跟他一样 逃过一劫 弟弟的死 也成为了邱解不开的心结 他一直在责备自己 并不断的被自己的罪恶感折磨着 从那之后 邱便以杀死枪之恶魔 为他的人生目标 踏上了复仇的道路 后来邱成为了恶魔猎人 并加入了公安 成为了姬野的第六任搭档 初来报道的邱 不仅对前辈没有半点理数 也不打算和任何人搞好关系 在别人眼里 他是个孤僻 又令人难以理解的异类 毕竟想要杀死枪之恶魔的人 都不是什么正常人 不过渐渐的 姬野发现 邱仅仅只是个认真又老实的普通人 他很温柔 会为同事的死 偷偷掉眼泪 也很单纯 会在姬野面对已故同事家人的数落时 冲上去把口香糖 偷偷地粘在对方的后背 用这种幼稚的方式 为他复仇 但邱选择走上了一条复仇的道路 这注定是一条绝路 如果说狗子 是作为电刺和马骑马的贯穿使中 那么邱和姬野便是相言 作为前辈 姬野教会了邱很多 同时也教会了邱西岩 他把自己赖以为生的香烟 分享给了邱 毕竟人有了可以依赖的东西 才可以活下去 哪怕是基于香烟的微薄之力 姬野想用这种方式 让邱可以顺利地活下去 一开始 邱是拒绝的 但在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之后 或许邱也想把自己对死去同伴的情感 寄托在香烟的身上 后来也慢慢成了影 直到电刺的出现 邱的生活开始发生了变化 在电刺加入公安不久后 邱曾温柔地穿梭电刺 让他放弃恶魔猎人的工作 结果遭到了电刺的反击 让邱首次体会到了淡淡恶魔的威力 邱向马其马抱怨 结果马其马却把电刺 安排住进了邱的家里 刚开始同居的时候 电刺的生活习惯让邱很不爽 电刺对恶魔抱有同情 并且想跟他们交朋友 让邱更不爽 但在看到电刺连消下来的苹果皮 橘子皮 甚至是撕下来的伤疤窗家 都要吃 这让邱感到很不可思议 电刺以前 到底过着怎样的苦日子 于是邱开始心软了 由于帕瓦的背叛 电刺差点被杀掉 但电刺还是选择包庇帕瓦 说他是好人 邱表面上是在训斥电刺的鲁莽 实际上 则是不希望他会因此而丢掉性命 于是便对电刺说 我比你年长 只要你以后听我的 我就罩着你 尽管嘴上不想承认 但邱却已经把电刺 视作为弟弟一样看待 虽然是个麻烦的弟弟 后来邱 还是把原本要被处分的帕瓦给放了 给出的理由也很简单 就是帕瓦还有战斗的利用价值 但自己依旧不打算跟他们搞好关系 结果帕瓦也住进了邱的家里 在一次出谋的任务中 邱一众人被永恒恶魔困住 为了活命大家都打算将电刺卖了 把他献给永恒恶魔 但邱极力反对 并舍命为电刺挡下了小小红的一刀 后来永恒恶魔成功被击败 总算让众人暂时缓了一口气 并在之后举办了一场新人欢迎会 大家聚在一起愉快的喝酒 开心的聊天 但谁也没有想到 这将会是他们最后的美好时光 在那之后邱等人遭到了刀难 还有他的同伙的袭击 虽然初次交手邱散了上风 但最终还是遭到了重创 西野为了保护邱 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幽灵恶魔 希望能达到敌人 但幽灵恶魔却被敌人的蛇之恶魔一口吞下 而身受重伤的邱 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姬野 在他的面前一点点的消失 在医院养伤期间 邱收到了姬野妹妹送来的信 从那些书信中 邱知晓了姬野一直都希望自己能辞职 离开公安 也明白了姬野对自己的心意 姬野生前对邱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希望邱不要死 甚至不止一次劝说邱 和他一起跳槽去当民间的恶魔猎人 但邱坚持要留在公安 杀死羌魔 最终却再一次失去了自己重要的人 就像那天 他坚持玩头接球游戏的结果一样 姬野的死不禁让邱留下了被痛的泪水 也让邱产生了动摇 是否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坚持 与执着 但他还不想放弃复仇 并认为同伴的死责任在于自己的力量不够强大 于是他来到了更强的未来恶魔面前 跟他签订了契约 却没想到未来恶魔没有收取任何代价 只想亲眼见证邱未来的死状 而邱借取的能力则是可以看到些许即将发生的未来 很快 邱迎来了他的第一场复仇 在和刀男的同伙 蛇女对战的过程中 蛇女召唤出了之前被他蛇之恶魔吞下的幽灵恶魔 并伸手掐住了邱的脖颈 性命又关之际 邱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姬野的身影 幽灵恶魔也突然放手 并递给了邱一根香烟 上面写着愉快的复仇吧 那时姬野初次尝试教邱吸烟时替他保管的香烟 如果哪天邱想要有所依靠的时候 就会把烟还给他 长久以来 试图把香烟当作寄托的邱 发现原来前辈才是他真正的依靠 最终邱成功将幽灵恶魔斩走 一旁的蛇女也被小小红控制住 与此同时 变四也成功拿下刀男 并带上邱搞了一个非常下流的复仇大赛 恶人轮流踢刀男的挡步 谁让他叫的声音越响亮 谁就获胜 秋曾经见识过一回淡淡恶魔的威力 那是让他至今都无法抹去的恐怖阴影 而且他们的任务只是抓人 并不是趁机动用死刑 就算他这么做了 姬野前辈也不会高兴的 不过在他看了看手中的香烟之后 秋和电刺开始了一场疯狂的比赛 刀男的爱好声 也化作了他们送给姬野的真婚曲 秋难得一见放纵的开怀大笑 压抑已久的情绪 也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怀 在那之后 秋依旧很死板 不喜欢和别人打交道 也不想和同事搞好关系 但或许就连秋自己都没有察觉到 他正一点点的在改变 慢慢开始变得有趣了一些 当他看到电刺 因为不能和马其马一同去旅行而失落 秋会直接坐到电刺的身上安慰他 在听说泡瓦想吸人类的血作为他辛苦工作的回报时 秋并没有直接训斥他 反而说任务结束之后 可以让他吸电刺吸到宝 无形中 这两个人成为了秋新的家人 秋多了一个麻烦的弟弟 还有一个不听讲的妹妹 同时那个曾经最讨厌恶魔的秋 也开始对恶魔有了改观 在和炸弹恶魔交战中 为了夺回被抓走的电刺 秋冒死偷吸了炸弹恶魔 结果被打飞 幸好被同事暴力魔人及时救下 让破旧的秋 头一回有了想要和恶魔交朋友的想法 在他的新搭档 天使恶魔即将被台风恶魔吹走的时候 秋明知道碰到天使 寿命会减少 但还是奋力用自己的身体 把天使拉了回来 结果失去了两个月左右的寿命 秋不是不怕死 在完成他的复仇目标之前 他也不想死 但他更不想的是 在看到有人死在自己的面前 从那之后 一直把自己当作不想之物的天使 也对秋打开了心扉 和他成为了自己 并跟秋分享了一些秘密 同时为了不让秋手上沾女孩子的血 而独自参加了拘捕雷塞的行动 诞生处于这个荒诞世界的他们 注定不会有太平的日子 在雷塞事件之后 电刺的存在被曝光到了全世界 为了得到电巨人的心脏 世界各国都纷纷派出杀手刺杀电刺 同时 人偶恶魔也通过献起生命 召唤了地狱恶魔 将秋一众人拖到了地狱 在地狱中 他们遭遇了暗之恶魔 在暗之恶魔 压倒性的实力下 秋被斩断了一只手臂 天使恶魔失去了双手 电刺和泡瓦也遭到了重创 看到同伴差点伤命 西野的身影浮现在了秋的脑海中 面对强大的暗之恶魔 让秋彻底意识到了自己的弱小和无力 秋原本无畏不惧 坚持要复仇的决心 再次产生了动摇 最后在马骑马的救助之下 纵然成功逃离了地狱 在讨伐枪之恶魔前夕 秋主动向暗边队长提出 希望自己所管辖的特异斯科 包括电刺和泡瓦能推出讨伐 但这也代表了 他再也无法获得相模的相关情报 不过为了要守护重要的人 秋情愿放弃自己心中的执念 因为他真的怕了 害怕自己再这么坚持下去 又会失去身边那些重视的人 就像当初 自己任性的叫弟弟回家拿手套一样 秋这个人物的复杂 不在于他的背景有多神秘 能力有多惊人 而是他的心理和人格上的转变 不过电刺和泡瓦 却在马骑马的鼓动下 选择了加入战斗 秋为了保护他们 也选择加入 同时马骑马告知了秋 枪之恶魔早在多年前 就已经被打败 所谓的枪之恶魔讨伐战 不过是个阴谋 会的就是要从其他国家手中 夺取更多枪魔的肉片 因为持有越多枪魔肉片的国家 就越有威慑力 说白了 讨伐枪魔 就相当于国家之间发动战争 秋的人生目标 就这样变成了笑话 多年以来 他那么拼命努力 换来的却是一个谎言 可还没等他从这种糟糕的情绪反应过来 未来恶魔 就擅自给他看了几个残酷的预言 他和POWER 将血肉模糊的死于电视的手里 看到了这样的未来 秋打算独自去找枪支恶魔 临别前 他特意来到医院 探望天使恶魔 并给失去双手的天使 留下了活下去的方法 天使不想让秋去送死 于是提议去找马骑马 看看有没有其他解决的办法 到了海边 秋向马骑马坦白 自己的死期已经不远了 但他只求POWER和电视能活下去 能够得到幸福 其实秋复仇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愧疚 在他的内心深处 可以说是把弟弟的死和自己画上了等号 让他陷入了无尽的自责之中 秋不想让悲剧再次发生 他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和任何恶魔签订契缘 只为了想要获得能够保护新的家人的力量 于是马骑马发动了他支配恶魔的能力 让秋和他签订契缘 随后马骑马使用了被他支配的惩罚之恶魔 蛇之恶魔 未来恶魔 蜘蛛恶魔 还有天使恶魔的能力 重创了枪之恶魔 虽然和枪魔的战斗只有短短的两话 但也足以体现出了双方的强大和恐怖的压迫感 不过据说 枪魔一战的死亡名单 是藤本数从他老家的电话簿上抄下来的 硬生生的把电话簿变成了死亡笔记 蛤蛤蛤蛤 至于秋之后 为什么会变成枪之魔人 漫画里并没有清楚的交代 不过既然已经化作魔人 那么也就代表秋已经死亡 毕竟恶魔占据人类的尸体后 才会变成魔人 而杀死秋本体的 应该是登陆后的枪魔 因为在死亡名单中其中一个名字 就是早川秋 然后击败并支配了枪魔的马奇马 让他占据了秋的身体 秋被附上了一个复仇者最残酷的命运 变成了他最痛恨的仇人 枪之魔人来到了早川家的门前 准备杀死为他开门的电磁 而这里的枪之魔人 大概率也是被马奇马支配了 所以才会跑去杀电磁 但也可能是如马奇马所说 秋当时真的还有旧 所以枪之魔人会有秋的意识 另外秋喜欢马奇马 很有可能都是因为受到了马奇马的支配 因为秋到最后 都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喜欢马奇马 枪之魔人不仅亲手摧毁了早川家的房屋 还攻击了街道上的民众 但他的身上还残留一次秋的意识 并幻想着是在儿时的打雪仗场景中 和电视打雪仗 但现实中 却是枪之魔人和电巨人之间惨烈的战斗 那是个名前的 那是有限的 被决定的 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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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那是有限的 可是 而秋的故事也在这一刻迎来了结局 和枪之魔人的战斗在漫画中一共进行了两化 标题分别为78话的打雪仗和79话的投街球 打雪仗代表着秋的妥协 这和他临死前的抉择一样 为了保护电视和爬瓦 他愿意妥协让步 而投街球则代表着秋的求衷 他并不想成为一位复仇者 也不是一个尽职尽者的上司 他其实只想成为一个哥哥 秋最后的遗愿是将他的遗产 一半留给电视 另一半则送给姬野前辈的家人 秋的这一生大半都被仇恨占据 他本可以和姬野一起退休 过上简单平凡的生活 只可惜姬野始终解不开他的心结 后来电视和帕娃出现了 他们的到来 给秋那间狭小的公寓涂上了一抹亮色 同时也改变了秋 无奈却被马骑马当作一颗棋子 终究难逃一死 还好腾本树 最后给了秋一个浪漫的死法 秋死在了和弟弟快乐的幻梦中 完成了他的自我救赎 秋是一个温柔的人 也是个带有强烈悲剧色彩的复仇者 还好在生命的最终阶段 他找到了那些自己应该珍视的东西 即使这一生都充满了悲剧 他的身上依然闪烁着人性的光芒 最后还想说 电剧人这部作品 不管是里面的内容 还是人物塑造 都既有确定性 又有开放性 很多时候也没有固定的答案 要是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提及意见 也欢迎在评论里一起讨论 小伙伴们接下来还想看哪一个人物的解析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要是有遗漏的地方 也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里补充 喜欢木木的 也别忘了点赞哦 你的支持是我更迅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